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逸 但其关心淡水北海岸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五党团结联盟新北市议会党团今天上午举办了第二届总召继干部的就任典礼 而出身新北市第一选区的议员蔡景贤再次连任总召 而蔡景贤表示,虽然五党团结联盟的党团新北市只有六席 但是将来希望能够发挥少数的力量 在蓝绿对决的两党之间扮演协调的角色 为民众谋福利 新北市议会今天上午虽然没有开会但却相当热闹 原来是五党联盟新北市党团第二届总召继干部就任典礼 市长朱立伦率领市府一级主管全述到齐并表示 希望辅会不分党派一切以市民为中心 为民众来谋取最大的福祉 你说每一次党团结联盟的咨询一切都是以林生理 所以为辈子团新们也请安最主要的团新们 我非常感谢团结联盟 在蔡展昭的代表之下 能够让我们新北市团结真正日上 而称入不但团结的意义 大家更需要团结在一起 而五党联盟新北市党团第二届总召 而五党联盟新北市党团第二届总召 也由第一选区的蔡景前议员再次连任 许多离党也前来住客 而蔡景前议员也表示 议会同仁皆出身基层都了解民众需求 五党团结联盟将继续发挥桥栏功能 在蓝绿两党间为民众谋取最大的福利 但是半年的角色 配合我们的议长还有副议长 跟一些那个总召 民进党的总召 还有郑总召 还有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张 州书记长 还有一些干部 那么配合我们市长的市政 在里面一些预算 当桥梁来跟他们大家彼此沟通 彼此协调 能够完成达到那个双赢 五党联盟新北市党团 总共只有六席议员 席次虽然不多 但是却是关键的少数 总召蔡景前表示 未来在市政议题将会以民生为主轴 对视不对人 在新北市议会与两党相互合作 使议会的运作更加的和谐顺畅 只有陈博伟淡水才放不到